三甲奋进群雄争霸中原 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 外有强林气样 内有贵族专横 一位力满狂男的天才领袖 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 与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独时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步 黑色裂变 上下五千年独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昨天咱们讲到了战国时代 名闻天下的铁骑 那么这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据说铁骑的战马和骑士 都是用当时上好的金铁马具 与盔甲兵器装备起来的 这样的集团骑兵 马蹄上装有铁杖 能使战马在任何粗糙的地面奔驰 而不怕荆棘监测 码头装有铁片与皮革相连的面具 使步兵弓箭对战马的威慑大大的减弱 就连马具也是用重量轻硬度好坚韧性好的金属铁 代替了又重又厚又软又脆的铜制马具 马上骑兵的兵器也是从长大的毛哥演变成了轻型的刀剑 这种刀剑普遍用金铁铸造 长短一般是在三尺左右 锋利 便捷 非常适合集团冲锋格杀 面对笨重缓慢的战车 与步兵结合的古典方阵 这种铁骑发动的狂飙一样的集团冲锋 具有崔枯拉朽般的威力 战国初起 这种铁骑以魏国最为精良 韩国赵国辞职 除起秦烟四国 不相伯仲 秦国崛起于西锤 历来是有马上作战的传统 本来就没有战车兵种 等秦国变为大诸侯国之后 开始模仿中原大国的军制 将原来大部分装备粗简的骑兵 变成了战车兵 进入战国的初期 铁骑涌现 战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秦国却因为精铁缺乏和人口减少 而不可能拥有更多的精锐铁骑 秦孝公调拨给银钱的五万铁骑 所需要的精铁 大部分是从韩国买的 辗转偷运到了秦国国内 当时秦县公精选出五万老秦子地兵 组成的秦国铁骑 实际上成为了秦国唯一一支 可以随时开出与山东诸侯作战的防卫力量 如果全数开赴隆机 秦国东部就只剩下千余辆老旧战车 和两三万的步兵了 一旦强敌入侵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 如果不孤注一掷 西部叛乱加上东部大战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君臣三人 默然相视 只见天边隐隐闪电 轰隆隆一阵闷雷 从屋顶掠过 而细密的雨滴 也搭在了书房的窗帘上 刷刷作响 如万残食丧 又如清风过竹 井间一惊 老林 不好了 他此刻闪过的念头是 道路宁宁 数万骑兵 怎么行军呢 迎前却是眼睛一亮 大步的走到廊下 仰望夜空 但见云后天敌 岳阳城一片漆黑 万籁俱寂 只有天地间 无边无际的刷刷雨声 这种雨声不急不缓 不疏不密 不肩不断 徐缓舒展 又如上天洒下的细沙 覆盖着大地 这是恍若春雨 却又比春雨 更为厚实的初夏之雨 正是关中 年年难免的四月老林雨 此时春耕已经结束了 种子也已经播种上了 上天的绵绵细雨 这来的正是时候 它既不是能够冲开地皮 暴露种子的暴雨 又能够徐徐滋润土地 彻底的交解春汗 被称为关中大地的石令豪雨 喂水平川 撒种接收 正是因为这种天下难寻的风调欲顺 每年四月初 秦国民众都要祈祷这一场淋雨 及时的降落 不想 今年的老淋雨 来得竟是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 这确实是有点一乎寻常 迎前仰头望天 猛然间仰天大笑 秦孝公泪水盈眶 大步走到了院中间 向黑沉沉的夜宫身居一躬 上苍有之 若秦不灭 迎渠良当永不赴天 刹那之间 景仅恍然大悟了 激动地冲到了庭院中 双手向天挥舞 上天哪 好雨 秦国有救了 君臣三人同声大笑 任绵绵细雨 把他们淋了一个透湿 这场早到的老淋雨 当真是递得上千军万马 他既延缓了六国进兵的时期 又给了秦国五万铁骑 一个秘密运动的绝佳机会 大雨连绵的日子 任何一国的骑兵和步兵 都不会坐长途跋涉 更别说笨重的战车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就在于粮草 滋重的跟进 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 雨迹不用兵 几乎是整个古典战争 时代的铁则 此刻 秦国正面临着 生死存亡的两面夹击 而这场连绵淋雨 却成为了最好的掩护 老秦人是从西周末年 和春秋时代的荣底海洋中杀出来的部族 勇猛彪悍与顽强的苦魔应斗 更是天下所有部族都为之逊色的 那个时候 汪洋大海般的蛮夷部族 从四面八方包围蚕食的中原文明 若不是西桓公九合诸侯 尊王攘夷 中原文明将被野蛮暴力 整个的吞没 正是如此 孔子才感慨的说过 假如没有管仲 中原人都将成为 叹着胳膊的野蛮人 那个时候 荣敌部族和东方蛮夷 气势正亡 他们彪悍的骑兵 使中原战车望而生畏 虽然最后依靠一百多个诸侯国 同心结盟最终战胜 却也使得中原诸侯元气大声 就在血雨腥风的数百年间 秦部族却独处西锤 浴血拼杀 不但在精卫上游 杀出了一大块的根基 而且在荣敌骑兵 攻陷浩清的时候 奋用秦王 以骑兵对骑兵 杀得东进戎敌 狼狈西逃 从而成为了 以赫赫武功 立于东周的大诸侯国 老秦人牺牲了万千生命 吃尽了中原人 闻所未闻的苦头 也积淀了百折不挠 傲视苦难的不足品格 秦孝公和他的臣子们都知道 宇天行军对于山东六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对于老秦人却是十分寻常 而且目标就是在本土之内 根本不用携带粮草自重 沿途城池就可以就近去时 以秦军的耐力 不会太久 就能抵达陵西大山 如果战事顺利 秦军颁尸之后 便可以全力防范东部 由两面受敌 变为一面防御 三甲奋进群雄争霸中原 战国七雄中 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 外有强林气阳 内有贵族专横 一位力满狂男的天才领袖 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 屡纠纠闹行 共赴国难 独时有学问之 大秦帝国第一步 黑色列变 正在播出 这就是一场老林语 将要造成的战事格局 左首长迎前冒雨匆匆走了 他要立刻调兵前将 当夜便要派岳阳城的骑兵 以千人队为单位陆续上路 赤侯要出动 粮草使者要出动 兵器马具要检查 行军的秘密路线要确定 集结地点要预先的警戒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 赢前第一次以左庶长的身份担任全军统帅 身边没有酒精锤炼的军务司马 事无巨细 几乎都要他一个人独立决断了 警戒在这个时候轻声地问道 军上 能否给所书长派一个副将呢 秦孝公听完这个问话 重重地叹息一声 哎 有当然是好 可人在何处呢 你倒是能担当众人 可你去了 谁做秘密特使呢 子安也行 可是这岳阳城守将又派谁呢 郑士堂一般大臣 是秦皇不接 文武不济 有几个能当死大人呢 没办了 只好勉强坚持 好在五万骑士久经沙场 通军大将可以放轻松一些 警戒拱手说 军上 那我也去准备了 若无意外的话 我后天出发 警戒告辞 秦孝公微微一笑 警戒啊 你这不能露面的密室 可是个用心思的活 我倒想给你派个帮手如何 警戒谢过军上 但不知何人为傅使 警戒听完之后很是兴奋 别吗 不是傅使 是个帮手 人嘛 我还得想想 年轻的君主 露出了罕见的神秘笑容 警戒也不由自主的一笑 不好再问 就就此告别而去了 天地苍茫 细雨飞飞 清晨的岳阳城 竟如秋天般的冰凉 岳阳城内有一条狭窄的无名小街 这里住着一个有名的老秦人 他便是做了四十年时工的白驼 老人清早起来 抬头望望黑沉沉的乌云 低头看看小院中还没有泛出光亮的夯土地 虔诚地跪在石板屋的浅沿下向上天祷告 上天有好生之德 好好地下吧 一春天都没有下雨了 什么时候这院子泛亮了 在晴天吧 这个时候老人听见了啪啪的拍门声 不轻不重 很有节奏 老人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去 极力地不让自己滑倒 秦人的名艳是男爹情女爹阴 万一那个男人雨中跌倒了 那天就要晴了 老人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地走到门口 拉开了石门 却惊讶地站在那说不出话来 一辆牛车拉着一方用黑布包裹的大石 牵牛赶车的是一位和他一样 白发苍苍的老者 车后站着一位粗黑不一的后生 赶车老者拱手作礼 敢问足下可是白驼老人 老人连忙拱手 石拱白驼 见过大人 我想请老先生克一块大石 一摆老刀壁 怎么样啊 克石 老师公感到惊讶 连年征战 死者无数 宝石荒野 这是寻常事 可也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给死者立杯克石 他已经二十多年没给人克个石杯了 如今有人要克石 莫非国府里有大人物帮事了吗 况且工钱高出的寻常百姓三倍多 普通老百姓谁有这样的气魄呀 可是一想又觉得不对 公事时刻向来是岳阳令派遣里长 传令他进宫服摇曳 这什么时候有上门请的呢 老师公满心的疑惑 来不及多想 祖师活计 何敢当一个请字啊 请大人起身说话 我让邻居帮忙搬石头 啊 不劳烦 我自己来就行了 白发老人从容拱手 一转身从平板牛车上将大横石翻起 微微的蹲伸 背靠大石 轻轻的嗨了一声 已经将大石背起 白头老人慌得连忙让路 心里暗自的惊讶 一个不小心脚下打滑 已经跌倒在院中 白头老人慌得跪在泥地里 向天磕头祷告 上天哪 上天 小明不经意滑倒 你可不能不下雨啊 牛车之后 一直没说话的黑衣厚手 快步着走过来扶起老人 老人家 男爹井女爹阴 老人家爹得下连阴啊 您怕老人家爹阴啊 您怕老天不下雨吗 白头老人听了 笑了 后生啊 我看你是一个贵性 你这个咒解得好啊 老人爹得下连阴 亏你想得出来 咱们老秦国不能没有雨啊 黑衣厚生听完这话笑道 民心就是天心吧 上天还能另外一套吗 老人家进屋吧 院子里 淋雨呢 这个时候 背大石的老者 已经稳步地走到了中间 没有门的石刻房 小院中留下了足足有半尺深的一串脚印 老者似乎对这里很熟悉 一蹲身便将大石板搁在了 最适合凿客的木座上 等着黑衣厚生将白头老人扶进来 黑衣老者已经是气定神贤地站在那儿了 老师公上下大量 惊讶地合不拢嘴 深深的一躬 老哥哥 真是天人神力啊 黑衣老者笑道 白大哥 不敢当 看看这块石板吧 老师公走到了十架前一秒 他已经看出 这块石板 并非鲜菜的山石 而是一块很难打造的 老青石板 他不经拱手问道 老哥哥 几时来去 请白大哥现在就做 我等在此守候 客完就搬走 老朽 多年伪动腐凿 客刀了 白脱老人有些忐忑不安 怕对不住面前 这两位贵人 老人家 国人说你是鬼斧神工 不会有问题的 看着年轻人的信任目光 白脱老人顿时精神抖走 那行 请两位 稍作片刻 我看看 我看看字文 说完 他熟练的 抖开了布节 一眼看去 竟是 脸色大变 老石宫 虽不是读书人 但长期跟悲文 打交道 字 还是认得的 青石板上 这陡大的两个字 分明是 国齿二字 一时间 老石宫心惊肉跳 谁敢靠这样的悲文呢 将国齿 刻在石碑上流传 刹那之间 老石宫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回头打量了一下 一浪一哨 却将黑衣后上 向他深深的一躬 默默的 注视着他 白驼老人 也是默默的转身 退下 沾上泥水的山裤 换上了 时空劳作时 穿的破旧羊皮裤 拿过了铁锤 凿子和斧子 走到了青石板前 蹲身 跨在了石板上 老人双手颤抖 将铁锤凑进了大字 却迟迟不敢下垂 黑衣后生 站在他旁边 温和地问 老人家 老秦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吗 白驼老人 饱寒热泪 默默地点头 那就下垂吧 老人家 当的一声 这一开锤 竟是声震乌雨 鱼音久久地回荡 老石公 大滴大滴地泪水 随着铁锤之声 在石板上飞溅 赤裸的吉娘 渗出了汗 一双胳膊 青筋抱起 满头白发 瑟瑟地发抖 老人觉得 这不是客字 而是一锤一锤地 将自己的妻儿 和族中 战死者的灵魂 镶嵌 在这永远不朽的石碑上 锤枣打到 背旁一行小字事 老人已经不认识了 只是本能地感到 这是老秦人 世世代代的血泪和仇恨 是兵爵刀兵血火的 上天咒语 一锤一锤 老人鬼斧神功 分毫不差地 将石碑文字 打了出来 青石白字 力道齐家 丢掉锤枣 白托老人 猛然地铺在了石碑上 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上下午今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孙浩辉的作品 《大秦帝国第一卷》 黑色列变 今天就播讲到这了 明天我们再见吧 岳阳城里 阴前冒雨 调兵遣将 神秘男子突访石刻工匠 石碑上刻字 碑文震撼人心 雨中刻字的黑衣男子是谁 他为何刻下 国齿二字 明天同一时间 罗宾继续为您播讲 大秦帝国